今天非常高兴啊 连线我姑娘的老师 是马术教练 刘教练 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经常提到 就是课外班啊 学一些特长什么的 也谈到马术了 中间有一些听我的留言 因为这方面我记得的时间比较短 让我细说我真说不了 我一说漏气 然后咱群里哥们说 你不行找个老师连线呗 因为咱们群里边吧 有在马术当那个教练的 但是我不太熟说实话 常天教我姑娘这个吧 这个老师吧 我是比较熟的 我就跟他商量了一下 然后约了个时间 跟各位讲一讲啊 非常感谢刘教练支持啊 刘教练是比较勉腆的 就是一般像我这样 不会干的可能说了 会干的人吧 这不太能说 比较内向啊 刘教练老家是那个 湖北隋州的是吧 对对湖北的 你可以用家乡话打个招呼 咱们听有 有好多是湖北的 隋州的也不少 大家好 我叫刘称 那是湖北西里 很高兴 有点机会跟大家 能够分享 马术有关的一些相关知识 很开心 很开心 我给刘略连做一个介绍啊 他是比较内向了 我讲讲他这个经历 中国马术协会 中二级 骑手 擅长中级马术教学 五步以及障碍教学 赛事教学 曾任四川豪威国际马术俱乐部 教学主管 中级教练 2016到2018年 跟随荷兰马术大师 Stefan学习 马术场地障碍 2017到2020年 协团队多次获得 中国马术协会 西南区俱乐部 联赛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这个是关于刘略连的一个介绍 我就直接聊这个 挺有问题吧 先挑一个有代表性的 然后咱们展开讲啊 他说第一次写个件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客气话就不说了 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马术这方面的就业前景 以及将来就业的主要城市类型 比方如果只能去北上广 那对父母孩子压力 其实不小 如果说二三线城市 那可能会好很多 比较理想 再往下的城市 是不是就不好就业了 其实像长春这样的城市 连二线都搭不上 其实赚的也不少 是吧 你这个问题 你先跟我们说说吧 关于就业方面的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马术这方面 它算是一个 招养的一个产业 也算体育类的 马术这个行业吧 算是一个冷门的一个行业 之前早些年的话 了解的人特别少 然后近两年的话 这几年 国内的一个马术 这样的一个产业 是发展的特别快 然后呢 就是马场俱乐部 也是相继的开了很多 但是这两年的疫情的影响 它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会波及到一些 俱乐部 它的一些经营状况 没有能力再去承担了 但是呢 相继的也有很多新的马场 企业啊 老板什么的 他接触了马术之后啊 他觉得这个前景比较大 他也有那个实力 他也会去参与到 这个行业里边来 所以这两年也陆续 虽然有疫情的影响 但是陆陆续续的 也新开了特别多的一些俱乐部 那他就会面临着 有一个就业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国内来讲的话 马术这行 它还是以教学为主的 它不像国外的话 走竞技路线的 竞技路线 打比赛之类的 我补充两点啊 就是你看长春这种级别城市 它相当于三线城市 长春这种级别城市的马场 我自己观察得有个十几家 还有就是你看你们公司啊 你们公司鸿满 这么多老师 基本都是外地的 对对 基本都是从外地拼了的 什么内蒙啊 云贵川啊 包含你从这个湖北过来的 所以说长春本地 这块人才是比较少的 如果人才非常多的话 就不至于说 天天海北的走了 当地找就行了 当地根本就找不着 所以这块人才是非常短缺的 对 国内的马术发展开始 它其实就是从南方开始的 北方向都比较少 专业的院校 它有这样的一个专业 它其实都是在南方 我上大学的 就是学的马术这个专业 然后我们学校也是 国内第一家 第一家首开这个专业的 一个马术专业的一个学校 有的学校它是 是通过提考 去向体育生 完了有的它是通过 也可以特招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想让孩子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最晚从多少开始 就多少岁开始 高中也好 或者说是上大学 其实这个年龄的话 也刚好 因为它的一个年龄也好 或者它的一个知识层面来讲的话 教育层面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比较合适的 那如果说你像 像三十来岁 三十岁左右 也可以 年龄来讲的话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年龄太大的话 去参与进来的话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 从业人员来讲的话 它的你的一个 一个提升的一个进度 相对是要慢一些 因为成人来讲的话 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个发育 骨骼也啥啥 都是已经完善了的 那骑马来讲的话 它是需要你再跟马的一个配合 完之后 你的身体的整个一个协调性 一个柔韧性 平衡感 那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好了 我看那个中京奥运会 日本队 它那个选手 好像八十多岁了吧 七十八是八十三的 还比赛呢 对 像国外现在有一个大牌取手 他现在已经将近七十了 他一直 现在还在坚持去打比赛 在国外 因为马树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 就是说 活得老 学得老的一个运动项目 比如说年龄大人 它其实都是对这一行 它是有一个热爱 真的是从骨子里的 一个热爱这一行的 我是非常喜欢 马树这个运动的 我是没怎么骑过马 但是我比较愿意看 你像马树是 整个奥运会项目里面 唯一一个人跟动物 配合的一个项目 还有就是 马树是唯一一个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同场经济的 这一点挺好的 对 然后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 学马树是否可以 一般年薪多少 才能学这个 单纯的就是说 一个兴趣爱好 或者说一个 锻炼身体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就是一年的话 这个费用的话 不是特别的特别的大 一年下来的话 也就三万块钱左右 一个入门 那如果说你要去深入的 去学习 你说去打比赛 或者拥有自己的马匹 更深的一个层次的学习的话 那这个费用就相对要大一些了 我跟各位之前建议过 我说这个马树教练 它是分级别的 它是分中级的 初级的 还没有级别的 你能承受的上限 你能找起中级 你就找中级的 你能找起初级的话 没着了 你就找初级的 因为孩子的它这个时光 它是这个一闪而逝 就这么好 好时候就这么几年 就是尽可能找中级 像这个刘教练似的 确实我姑娘你教完之后 带完之后 进步特别坏 孩子也愿意学 我姑娘她其他也有些兴趣玩 说实话 我自己不太重视 就是什么跳舞 什么这个大 我都不太重视 我比较上心的 一是英语 二是马树 因为马树离不开英语 必须把英语学好了 对对对 你就单纯的想学这个 以后比方咱们有个特长 考个大学 以这个为职业的话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像刘恋说的 一年花个三万多块钱 差不多 但是如果说你想打比赛 你想职业化 这种打职业联赛 那个费用大了 因为需要买马 一个比赛出去带三匹马 一匹马的话 五六十万是便宜的了 他分杆 杆越高 马越贵 你要挑一米六的杆 估计得五百多万 所以奥运会那种比赛 像我们咱们这种 工艺阶层 我就整不了 我只能说 给他培养一个特长 一个手艺 以后可以拿这帮人 换钱花 就仅此而已了 再后的事 我就不管了 他自己奋斗去吧 我是这么想 很入门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是 这个费用相对于说 要低一点 就像如果说 就是像刚才说 大比赛之类的 那个是更高的一个层面 因为马树 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跟体育训练一样 如果你要参加比赛 基本功之类 它这个是需要 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一个积累 那么也就是你去上课 用这个课是堆出来的 就像刚才说 以兴趣也好 或者说健身也好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你一周来一次 一周学习一次 这样的话 其实效果有 但是人会不是特别明显 就是我说 那个一万小时定律 你不管干什么行业 只要超过一万个小时 你都能成为专家 你说你一周骑一回 人家那孩子一周骑六天 你说哪个进步快了 就这么回事 骑的越多 花费也越大 但是提升效果也越好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 下面就是回答 就是咱继续 咱们听我的问题 那天我发朋友圈 我前天发的 今天又发一遍 前天发的 我摟了一下 大体就这么 六七个问题 可以展开聊一聊 有的听有 孩子比较小 两岁多 两岁多 问能不能骑 我家孩子是三岁半吧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他问就是孩子几岁 适合骑马 适合学这个马术 因为马术这行 现在大家也不是特别了解 可能就是跟车哥 你的想法不一样 有的家长 他跟大多数的家长 就是说去学一些什么 学习班呀 文化班呀 之类的 那学习马术班的话 相对的时候 要少一点去了解 那在国内 他要去学习小孩子来讲 像说三岁四岁也好 他其实在国内来讲 只是一个兴趣 以培养兴趣为主 那严格来讲的话 一般说 一般在七八岁左右 大概就是最 学习正规马术的课程 是最为合适的 那他们国外的孩子的话 大概在三岁四岁左右 就开始去接受马术 这样的一个教育 那么像在七八岁来讲的话 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可以完成 一米以上的一个障碍的教育 那七八岁的话 在国内来讲 他其实才是 还在刚开始去入门 去打基础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国内外的话 他的差别还是 相对于说 还是会有点大 他跳一米的障碍的话 相当于咱们国家 这个马鞋的是什么级别 中级还是初级 中级 那差距挺大呀 那个你像咱们国内小孩 考一个初级的话 都得十几岁了 你像他们的训练体系 教学体系 然后 呃 其成体系 他们都是非常完善的 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去接触 去学习 而且国外的话 他很多的家庭 他 很多的家庭也好 很多的成人也好 小孩 他是都是 很多人都是参与到 这个这个马术 这个当中的 马术运动当中的 所以他们的孩子 去接触的也是 时间是比较早的 我看那个欧洲那个小孩比赛 八岁的万军 跳那杆 起小泡的都得一米多 对 对了 前面咱们说这个投资的事 这个孩子是不是也有回报 拿冠军 有没有奖金啥的 不是也有吗 有 比赛的话基本上都是商业比赛 商业比赛的话 他的都是有回报的 就是说 有的像根据级别 他可能有的是取前三名 有的可能是取前六名 他都有相 就有不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奖金 根据级别来定的 级别越大 越高 他的那个奖金就越高了 是这样的 浪琴的那个马术障碍赛 我那回看那个 看视频 他里边那个解说 说是一场比赛 冠军是八万美元 他根据他的一个 赛事的赞助也好 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费用 他会根据他这样的一个费用 他去定这样的一个奖金 像八万 八万这个还还算低一点的 比较有的更更大级别的 像国外的一些比赛 高到百万的奖金 他都有 就是个人的 然后现在咱们第二个话题 是国家承认这个 马术考级的证书 他是是马连的 他一般都考啥玩意儿 怎么个考法 你像马术体系的话 认证在国内来讲 他现在是比较火的 以四个为主 其他的可能相对也少了点 你像第一个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中国马鞋的 一个起手认证 推行最广 也是最权威的一个体系 用的最多的 但是他只是有一个考核的 一个标准 一个认证的标准 但是他没有 没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教学的一个系统 那像在 你像中国马鞋认证的话 一个起手通级 通级的话 他的项目就是什么 就是像伸装舞步 场地障碍 然后像绕统赛 耐力赛之类的 伸装舞步和场地障碍 他总共有十个级别 他由级到高的话 你像初级 初级的话 也分三个级别 初三 初二 初一 然后到中级 中三 中二 中一 然后就是国家 国家三级 二级 一级 然后最后就是国家起手 你看绕统赛 耐力赛 他是有十一个级别 要初级 然后就是到中级 中三 中二 然后国三 国二 国一 然后国家起手 不管你是从业人员也好 还是学习马上 他是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认证 你的认证的 这个证数的等级越高 你参加的比赛的级别 就会越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参加国内的一些大赛 大奖赛 或者说国内的一些 国内组的一些国际比赛 他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证 申报 他才能去参加比赛 然后如果说你要出国比赛的话 那这个就必须要有中国马戏 出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 给国外的当地的一个马戏 然后你才能去到国外去参加相应的比赛 像国外的一些体系 在国内推广的 然后比较火的 就像是英国的BHS体系 那这个体系是主要是针对于从业人员 当然也有一些学员 或者说一些起手啥的 都可以去考这样的一个体系 但是主要的话 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从业人员 去考这样的一个体系 因为BHS呢 它是英国马会的一个简称 国内也好 国际也好 它是最具权威性业内认可的一个机构 它的体系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在国内的话 它只有一家 在北京是北京的天心跳梁 这个俱乐部 它是拿到国内唯一一家 拿到BHS认证的一个马场 马术俱乐部 它是得到BHS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话 它是需要国际标准的一些场地 马房管理 培训中心等等 它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设备 设置上的 它需要得到认可的 才能去拿到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BHS体系这样的一个认证 然后你看 然后还有一个像比较火的一个体系 就是法国盖勒普的一个体系 主要是以教学为主 就是说骑手学习马术的一些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纲一样 然后分的根系 在三个方面 马上马术 马下马术 然后就是基本的理论和马体护理 之类的相关工作 就是它分的非常细 还有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FN体系 对技术方面的话 相对的说是要求的更高一些 它也是分为也有分级的 也分为实级 但是它是需要通过一些 骑手的一些测试 它才能够去得到一些 相应的一些教练考核 然后去 但是它这个考核 它的一些认证 它是也是国际通用的 FN的体系的话 它骑手 它是需要 拿到一个什么 就是说三项赛 三个项目的一个 一个一个 就等同一全能的 身装五步 场地障碍和三项赛 它们都是需要去进行一个考核的 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咱们说 咱比较近的吧 一般国内的孩子 考籍的话 就考这个马鞋 这个呗 咱们中国马鞋的 对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马鞋的这样的一个 骑手认证 它考这个籍的话 对年龄是有要求的吧 最小年龄是六岁 不是七岁 我记得 对 它也是根据级别的要求 根据级别的要求 像初级的也好 中级的也好 它是六岁的 有十六岁的 它是每个级别不同 它的年龄 年龄的话 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考的话就两项 就是一个是 这个叫场地障碍 我用我的话讲 就跳杆 就看能不能跳过去 对 第二个叫圣装五步是啥呢 是个平面 是个地下 地下吧 有这个ABCD 英文字母 给你整个点 你按人的既定路线 就按这个线去走 但地下没有线 那挖里得有线 不能走错 快步走 慢步走 拐弯急停 是不是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主要是看你控码的能力 就这两项其实 初一 初二 初三 再加什么中三 中二 中一 也是围绕这两项来做的 只不过稍微复杂一些 杆越高 杆可能高一些 然后那个场地画线 可能更复杂一些 是不是 对 它的路线都相对于说 要更蓝一些 蓝度更大 包括它对 马匹的控制 就是人马配合 它的要求 会更高一些 级别高一些 如果你要想让孩子 学这个东西 我建议你看两场 奥运会比赛 你看两场 你就明白咋回事了 下面聊了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 其实有很多的项目 不光是说 咱们当 当职业 当棋手 去打职业联赛 你也可以当教练 你也可以当 这个兽艺 就是当马的兽艺 也挺值钱的 也可以什么 马方管理 包括你自己 当老板有钱 你给孩子投钱 开马场 这都行 一个是教练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话 可能就是说 打比赛 以比赛为主的 禁忌类的 这块我得需要 给各位打一个 泼泼冷水 为啥呢 就是你要打比赛吧 你家孩子的能力 可能没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 也得看马 如果马不行的话 这个比赛效果也不好 比赛的马都一百多万 你给配个十万块钱 拉车的马 那肯定不行 是吧 所以这块会 治愈你以后的职业发展 我是这么看的 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对 对